北京时间8月11日,2018中超第17轮,长春亚太主场3比2战胜广州恒大,第16分钟于瑞破门,第27分钟杨立于斑平,第43分钟高拉特建功,第84分钟塔龙斑平,第89分钟塔龙斑平,第89分钟塔龙斑平。 上眼逆转,广州恒大的四联胜良好势头,也被亚太终结,亚太以5胜3比8负肌18分,依然并未摆脱将军的威胁。 虽然曾经亚太曾被称作恒大克星,但解六次面对恒大时却遭遇到全败,恒大以9胜3比3负肌30分,近期好取四联胜且攻入16球战线绝佳的状态,此班克场面对亚太目标一是全取3分。 第20秒王寿廷在中场同样利于争抢投球,却被顶在下巴上后痛哭倒地,王寿廷一度休克失去了意识,亚太的工作人员赶紧进场进行查看,救护车也开到了球场内。 随后王寿廷虽然苏醒了过来,但仍然被抬上救护车,比赛在第六分钟时才重新开始。 第16分钟亚太获得前场不认一球,阿德里安主拔到禁区内,层层尖球扑到了保利尼奥的身上。 暴力鸟有些没有想到,未能第一时间解雷,踢球抬到余瑞脚下。 随后余瑞捅射进攻,亚太以一比零领先。 第25分钟依哈洛左路突破杀入禁区,随后选择传中球,但门前却并未有球员抢到落点。 第27分钟,李学鹏左路传中制造威胁,将校飞投球解恩,却顶到了杨丽鱼的脚下。 随后杨丽鱼迎球路射进攻,恒大将比分追成一比一。 第29分钟没方对伊哈洛后场战术犯规,被主裁出示黄牌警告。 第33分钟正至中场挑传球,却被门将直接将皮球得到。 第39分钟亚埃德里安输送直塞,以哈洛的球快速启动,但却被喷罚日味。 第43分钟于汉朝左路传中,门前包抄的高拉特高高跃起,奋力将皮球顶入球门,恒大二比一领先。 第48分钟恒大获得前场任意球,于汉朝将皮球主拔到禁区内,但却没有队友接应,皮球直接出了底线。 第56分钟谈天成被于汉朝踢到了脚踝上,无法继续坚持比赛,被带叫台出场。 第60分钟于汉朝妙传,杨力与大力把门将球轰在横梁上。 第69分钟张孝飞左路传中,门将轻松将皮球得到。 第78分钟冯消停在后场防守的时候,直接将尼哈洛放倒。 他也被主裁出示,黄台警告,埃德里安直接任意球打门高出。 第84分钟亚太赢得脚球,埃德里安主拔到禁区内,坦龙枪眼头锤破门。 亚太以二到二扳平比分。 第89分钟因哈洛中场突破输送妙传,坦龙左路插上杀入禁区,冷静推着破门。 亚太三杠,二赶超比分。 进秋16分钟于瑞,27分钟阳力于次13分钟高拉克84分钟,坦龙89分钟谈龙黄牌29分钟阳力于70分钟谈龙78分钟, 冯销平88分钟培席路为奇换人5分钟,子余瑞换三十把王收听56分钟二十九弹龙换三十七周到第58分钟三小玉峰换二十弹。 天成七十八分钟二十七正龙换十七,杨力于八十六分钟二十九到零换二十余汉超长春亚太四杠五杠一门将,三一法,后卫,三十三张笑飞,二十四言之语,十五尊杰,三十八王收听。 中场,三十九佩西莫勒奇,三十七周大帝U23,二十谈天成,十一拉德里安,十七发小冬,前锋,九一哈洛广州恒大四杠二杠三杠一门将,十九层城,后卫,五,张林鹏,六,冯销琴,三门坊,十五李徐藤,后卫,九保利尼奥,十正志。 前场,十七杨力于U23,二十四塔利斯条,二十余汉超,中锋,十一高拉特。